点开农委会的官网 这是2007年到2009年的农委会农业电子化专案研究 这份研究计划经费高达5736万 不过主持计划的张善政遭踢报 不少内容都是直接复制贴上 像是这两页内容全部来自商周第1043期 连商周内文的小标题也没放过 这四个标题也照搬过来 另外介绍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时 更将中国的期刊文章 由简转帆后直接贴上 甚至还有部分资料引用自农委会 行程领农委会的钱还抄农委会的现象 在选举的时候 这些对国家农业电子化的发展 有助益的事情 却被抹黑成为抄袭不抄袭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遗憾 过去向政府申请的研究案 遭指控涉嫌抄袭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不能接受博斥抄袭说法 对于宏基受到牵连也感到抱歉 强调所有的研究资料也有所本 而农委会资讯中心主任林真 也就是当时的计划审查委员 跳出来还原当时的状况 林真表示张善政当年在宏基 接受农委会的委托 目的是搜集引进国外农业电子化 新进展的资讯 翻译摘取国外文献精华乃是必要 引用重点资料均有提供本会出处 翻译引用文献不是抄袭 让我们了解所有的相关的这些 资讯跟细节之后再跟各位报告 张善政傍晚脸书再发文强调 委托报告的目的跟规格 跟学术论文截然不同 不要张飞打月飞 表示深圳不怕影子鞋 经得起检视 华氏新闻综合报导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不错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